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病院惊魂》是2010年由美国上映的恐怖电影 导演约翰用一种特殊的手法 描写了一群不被我们所关注的人 多重人格患者 刚开始看这部电影常看得一桶雾水 不知道除了恐怖之外剧情在讲什么 只有不停地用同种手段不同的方法杀死人 电影开篇就是在阳光下奔跑的少女 也就是女主克里斯汀 热情美好 然而话锋一转 她掏出不知从哪得来的火柴点燃了附近的农舍 紧接着就被追来的警察 捉住送进了北湾精神病院 北湾精神病院里刚好死去了一个女孩 而克里斯汀就被安排在了这个房间里 极具有攻击性的克里斯汀被限制了自由 每天面对的就是冰冷的护士和医生 以及隔壁的几个女孩 克里斯汀所住的房间 每天都会发生奇怪的事情 半夜会发现自己的被单被子都在床下 床下还会莫名其妙的有一串英文字符的手串 第二天克里斯汀很疑惑地问医生 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得到的只有冰冷的数字价位 在之后的医生会面中 克里斯汀顺手偷走了一把小刀 在晚上敲门逃跑 但是还是被强壮的男护士捉了回来 睡觉时克里斯汀做了噩梦 惊喜后看见门口闪过黑影 第二天在和其他女孩聊天时 她总觉得发生了什么 晚上女孩们狂欢时突然停电 打雷下雨 外面有什么一闪而过 画面切换 克里斯汀正在洗澡 突然出现了一只手 一个猙獰的丧尸出现了 克里斯汀大叫 被赶来的护士打了一针 然后送去了诊疗室 克里斯汀讲述她遇鬼的事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她 这时眼镜女说自己要出院了 却被恶鬼杀害了 克里斯汀发现眼镜女不见了 画册却没有被带走 在画册中 克里斯汀发现了一个叫做 爱丽丝的丑女人 但没有人告诉她那是谁 生气的克里斯汀决定离开医院 只有画落女愿意同她一起离开 晚上他们从厕所偷风口离开 不小心来到了停尸间 被人发现了 克里斯汀躲进了杂物街 等她出来画落女不见了 这时克里斯汀看见停尸房 有一个门在动 打开看见一只哭手 跑到门口又遇见鬼 被吓晕过去 醒来后又回到了房间 此时自恋女表示自己也要离开 也是被女鬼杀死了 好像只要一有人离开就会死人 连续的死人下 克里斯汀发现 原来是他们四个设计 害死了爱丽丝 就在画落女准备隔腕自杀时 女鬼划破了她的脖子 克里斯汀和小女孩在几次失败后 打晕了护士逃了出来 克里斯汀将小女孩送进货梯 然而小女孩还是死了 上来的克里斯汀也遇见了鬼 一阵打斗后她杀死了鬼 在医院办公室看见了一碟资料 原来她就是爱丽丝 她患有精神分裂 分裂出了克里斯汀 这时女鬼又出现了 和克里斯汀一起掉下窗户死亡 爱丽丝也痊愈了 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 当爱丽丝收拾东西 准备和父母回去时 打开窗户 克里斯汀又出现了 整个故事 以爱丽丝人格的互相攻击 和医生的治愈串联起来 是她杀死了她自己 也是医生在治愈融合她 然而当所有人以为一切结束时 并没有结束 能拯救她的或许只有她自己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